今天呢是2月2龙抬头 我给大家也来分享一些关于龙族的故事 故事就是故事 希望小伙伴们听完以后不要上纲上线 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也欢迎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对我进行大力支持 这样子呢我有能力和动力 继续去更新更多的故事给大家 对于为什么今天是龙抬头这个节日 我就多加赘述了 大家可以摆兜一下到处都有 那么在中国古代里面会有各种龙的形象出现 还有呢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神奇的能力 那在西方里面呢也会有龙族的出现 甚至在课游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过龙的形象 那么这些龙呢 就我在我的一些认知和学习到的过程中呢 那我了解到这些龙呢 大概是同一个能量源诞生出来的 或者是演化出来的 又或者是化形出来的 那么作为一个化生生物 这些龙呢会根据每一个在自己星球的一些条件下 和一个自己的演化过程中 大家就变换成不同的龙 那么我们知道 有一些龙族根据自己的情况 它就变成了元素龙 还有一些龙呢 它就变成了大气生物龙 还有一些龙呢 它们就变成了一些具有人体实在意形状的龙 那其中呢 我们今天就来主要了解一下一只龙族 它叫做硬龙族 其实你要是给它硬归到硬龙族 也不完全和全面 因为它其实是一只涵盖了 有中国龙形象和外国龙形象的一个复合龙族 那么这个龙族在哪里呢 这个龙族在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 在叫遥远的阿尔法星系 然后呢 有这么几只球球 星球 那一些龙族就会生活在这里边 那么这些龙族在普通居家的形态的时候呢 它们会变成一些 我们现在看似啊 看似是外国人的形象 当然了啊 它们长得也不全是现在地球人的形状 我见过的一只就有一个是 水蓝色 蜡蜡蜡蜡的身体 然后长了很多个触角的形象 那它们呢 在居家的形态的时候 会变成中国龙的形象 瞪着大大的眼睛 可能会盘在柱子上 那它们在战斗形态的时候 会变成 就是西方龙 尤其是权力的游戏里面那种龙的样子 长着厚厚的鳞片和鳞甲 然后呢 它们这样子方便出去战斗 那么这样的一只龙 这样的一只龙族呢 它们的一般的工作是什么呢 像战斗形 切换战斗形的龙族的形象 主要是为了第一个是 维护宇宙的和平 那当然了 每一个星球都会有一些 自己的人 比如说像毛修星人 或者是天庭星人 他们也会加入这种宇宙里面 来去维护和平 但是龙族主要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战斗力 其中呢 他们是怎么样变形的呢 我认知到的 我认知到的 就是我了解到的 或者是我自己有过经历的 那么就是在 在龙族 他们都住在 在应龙族里面 他们都会住在城堡里面 它这个城堡呢 有点像动画片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城堡 当然了 你也可以说是我的幻想 但是毕竟我们再讲一个故事 然后呢 有一天我和一个其中的一个龙族的一个人在聊天 然后呢 聊着聊着呢 突然海上出现了一个大水怪 特别特别大 好像那个克苏鲁那么大的一个怪物 然后呢 这个怪物一使劲就摧毁了整个城堡 和大部分人家 然后呢 这个龙族 嗖的一下就出去了 然后呢 他就从一个普通人类形状 就像科幻片一样 他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会飞的龙的形象 那他一个还有他的小伙伴们 每一个人拎着一个类似于绳子 或者是铁链一样的形状 把那个大海怪全部拴住 然后呢 又拖回到了海里 他有一个变形的过程 然后呢 完成这一切的时候 他们又用他们的意识和能量 把他们的城堡给修复了 然后呢 他又变回来自己这个人类的形象 然后我们接着沟通和聊天 他们大概是这样非常神奇的一个种族 那我今天主要介绍的这一个龙族呢 他们呢 是怎么要生孩子的呢 他们这个龙族平均怀一颗蛋的时间 大概是50 地球时间50来年 时间是相当长了啊 他们生完这个蛋以后呢 他们会把这个蛋放到一个 类似于虚空能量洞的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洞里面充满了能量 当然了啊 每一个龙族都会受到这个洞的感应 而给你分配到相对应的洞里面 其中呢 有一个洞 那他的发音呢 叫 Dragra Dragra 这个 那我们不太好念 我们就直接给他念成塔克拉这个洞 那这个洞里面就全部都是紫色的能量 那他会把这个能量慢慢的叙入到这个小蛋里面 然后呢 孵化孵化孵化 哎 就孵化出来一个小宝宝了 然后呢 这个小宝宝出来以后呢 然后他的父母就会去领他回家 然后就会去照顾他 那么龙族是怎么睡觉的呢 他们 比如说他们的父亲 就会盘成一个 嗯 盘成一个圆形 这个圆形呢 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黄金分布图的那个形状 拿他的那个尾巴来缠绕起来 然后小宝宝就会躺在他们那个圈里 然后呢 慢慢的父母就一起把小宝宝照顾到长大 嗯 龙族的尾巴非常方便啊 有多么方便呢 就是 他的这个尾巴你可以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比如说你很累了 你可以把尾巴处在地上 你可以撑一会儿 那比如说在很远的地方有点东西 然后呢 你就拿你的尾巴去把那个东西给卷过来吃掉 压根不用走很远 所以说嗯 有的龙族他利用了尾巴这项功能 所以人就比较懒 尾巴就会比较强大 这是一个额外的小故事 那么是不是所有这只硬龙都会飞呢 是不是都会长出翅膀呢 这只并不是 你要长出的翅膀和你的鳞片 是要去靠你的这个意识能量出去幻化出来的 比如说这个龙族 他们就想说哦 我要 但是他们是要经过练习的 然后呢 我要长出鳞片和鳞片以后 我就要开始集中我的注意力去冥想这件事情 然后呢 就可以画出坚硬的鳞片了 那你没有经过训练的话 嗯 咱们就是有一些走地龙 他其实并不会飞 所以因为他不会飞 以后还会给大家更新一个 关于一只走地龙的故事 那么龙族都是爱好和平的吗 其实龙族 我知道的各种各样的龙族 不一定会爱好和平 因为大家的认知不同 生存环境不同 文明不同 所以我们的认知体系就不同 那这只龙族可能会认为和平是有代价的 我和你和平 如果你不和我和平的话 我们可能就没有要和平的必要了 那我还知道有一些呢 可能是这个龙族的人 他会转生投胎到地球上 也参与一些现在地球的社会生活 那不管他们在哪里 我祝他们新的一年 风调雨顺 健健康康 然后也能找到自己心中的使命 早日成才 好 谢谢大家